哈囉 大家好 我是波皮又到了 我們每週一字課語教學的時間了 你知道都更新到第五集了 大家的課語水準應該有稍微提升一點了吧 該懂嗎? 好 前面我們教了發語詞、母詞、形容詞、發語詞 今天呢要教大家一個一樣也是很實用 但是發音會稍微難一點點 但是我相信你應該有聽過這個字的字 那這個字呢 在生活中也非常實用 這真的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會一直使用到的字 真的實用 而不是只是讓你就是 可以一秒變阿婆就上手的那種字 那廢話不多說 直接唸給你聽 好 今天要教的就是馬該 我想如果是客家人應該一聽就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但是如果不是客家人的話你聽起來 忘了 對 但是呢 今天要教的馬該就是 What the f*** the what 是的 馬該就是什麼的意思 那如果在視線槍裡面呢 是唸馬該 就是那個是馬 馬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們形容就馬 它就是馬阿媽 但是呢 它是一個很短促的字 然後稍微有一點力道的 馬 馬該 該就是該該叫的該 那個該 那在海陸槍裡面呢 是唸馬該 那這個馬呢 它一樣跟視線槍是短促音 但是它會稍微有一點點三聲的感覺 它是馬該 就是它有稍微起伏一下 然後它是馬該 該的音 該 馬該 都 repeat幾次喔 好不好 那像很久以前呢 周杰倫也曾經在它的歌裡面 就是有這樣 唸馬該 唸馬該 但是其實它的發音不太不對 它 因為它有點 不是視線槍也不是海陸槍 因為視線槍的話呢 會講 唸馬該 那如果說海陸槍的話 會說 唸馬該 所以我猜它應該是會聽 但是不太會說法 那當然不是只能問人家 唸馬該 唸馬該 所以說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講例句囉 對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例句 那這個馬該 馬該 它當然是活用的範圍是很廣啦 像剛剛就是問人家說 你說什麼 那像在周杰倫的歌詞裡面是說 做什麼 那如果說你要講什麼東西啊 你也可以說馬該動詞 或是馬該動詞 或是說如果你要講什麼屁的話 你也可以講馬該屁論 我不會講 突然發現不會講海陸槍屁論要怎麼講 屁論嗎 屁論是屁論嗎 海陸槍的朋友可以回應我一下嗎 反正馬該就是什麼的意思 所以就是 我覺得大家要學起來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適用的字 如果人家跟你講聽不懂的話 你就說馬該 你講馬該 你講馬該 這樣我們就有禮貌 我不要說 蛤 你講馬該 就是 正在我們地方上 你知道 比較熟一點的人才會 蛤 你講馬該呢 就是如果你要不要有禮貌 你看 蛤 你講馬該 有禮貌一點好不好 來 再跟我念一遍 馬該 然後馬該 馬該 我希望你們有學會啦 這個翻譯稍微進階一點 但是我們都拍第五集 應該要稍微進步一下好不好 那就是歡迎世界各地的客家朋友們 也跟我想一下你們家 講馬該或馬該的時候 你們會跟什麼詞接在一起 像我們家都會講馬該屁論 類似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你有其他想要看題材也可以留言給我 然後可以去看我的網站 上面有很多化妝方面的教學 排行榜 評比等等的 然後最後 如果這支影片覺得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分享一下囉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 掰掰 蛤 你講馬該 suspect 等等 micros難聽 對啊 dinner Ramadan 有沒有